现在时间是 我们的录影时间是晚上的7点钟 我们再次来看国际股市 和资本市场的最新脉动 特别是欧洲股市出现了强谈走势 画面上所看到是德国股市 现在越涨越多了 大涨了将近5个百分点 上涨了4.93% 大涨了628点 除了德国股市之外 整个欧洲股市是全面出现强谈的 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期货盘 Dow Jones和纳达克目前也都出现强谈 而且涨幅都有扩大 Dow Jones大涨了1.58% 纳达克目前也是一个大涨的局面 上涨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而在油金的部分 则出现了明显的回档 画面上所看到的是 西德州原油的最新报价 大跌了2.43% 在油价一路冲高之后 开始出现了回档 黄金则在刚刚瞬间出现急跌 目前已经大跌了1.66% 大跌34% 来到最新报价每盎司2013% 明天的反弹能够持续吗 会谈多远走多久 我们等会要来做讨论 来介绍这个阶段新加入的来宾 邀请到政大俄罗斯研究所教授 洪美兰洪教授 各位好 邀请到财经所助理教授 朱卫中老师 大家好 欧博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邀请到冠军操盘手杨云湘 老公好 大家好 以及持续带我们来关注的谢宗林 大家好 带你来关注航运 因为航运这个礼拜是超级财报周 本来都期待会有好消息 但没想台华 昨天所公布出来的配股配息 配13块 大家是给虚声的 说你怎么那么荡森 配息率只有43% 好 今天法术他说什么呢 他说万里勤控顺风顺水 万里勤控顺风顺水 股价会顺风顺水吗 看来没有 所以大家就担心 那长荣扬阳明会不会跟台华一样 也很抠门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 第二个 现在在航运界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出现了船员黑洞 也就是恶物战争竟然统出了 船运缺缘黑洞 因为有非常多的船员 甚至于高阶船员 都是来自于俄罗斯和乌克兰 甚至于很多船 现在是漂泊在海上 没办法靠港 而漂泊在海上 没办法靠港的这些船的 船上面的船员 竟然高达6万人 所以航运界现在出现了人力荒 今天大盘站回万七 主攻的部队就是航运 那航运大涨了4% 并且成交的占比是30% 其中我们看一下六公格 货柜三雄表现好 不过更猛的是有三胆的散装轮 攻上涨停 正德世卫行跟建新国际 另外也有四家的陆运的股票 也涨停板 显示市场的资金向航运移动 不过先讲一下 为什么台华的话说 之前他已经前一天公布了股息13块 阿关刚刚讲到了 但是他去年是大赚了EPS30块 所以花放力仅有43% 你占30块只有分我13块 太抠了 所以虽然说殖利率是很高8% 今天股价是中错了6% 但是其实他有更深入的原因 我来解释一下 台华投控是一个货物的代理 那去年为什么可以赚到三个股本 因为有相当的比例 来自于转投资的航运股 所以这个不是本业的不能拿来 最好不要拿来配息 不过股价的下跌更深入的原因 不是花放力 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台华投控 已经公告了2月的营收 今年1到2月的营收 YOY只有70% 但我告诉你 去年的1到2月 YOY 170% 所以为什么它的营收的成长幅度放缓 因为今年货柜三雄 有很多的客户签了长约 被去年那个运价给吓坏了 签了长约以后 使得货运代理的利润怎么样 压缩 所以这个应该是真正的原因 那如果它的营收数字表现不如去年的营收数字 为什么它会说万里晴空直上云霄呢 它指的是货柜的海运 这个颜董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颜董很会银丝作对 所以他讲的是 整个货柜轮的景气今年很好 他认为印价不会像去年一路的大涨 但是会高位震荡 所以是看好的 投资人更关心的 台华已经重新了 我们就不要买味了 虽然我们知道它背后有 就像刚才总所说这些原因 但我们更关心的其实是长榮和阳明 就是长榮和阳明会不会有油有油无油自己想 说台华配那么少 那长榮阳明想说别人都配那么少 我们干嘛配那么多呢 会不会这样 其实我觉得可能长榮会配到50% 但是阳明我看可能就是3 40% 这种的可能性是蛮高的 就阳明一向都比较小气 因为它关骨 很多的引力要缴到的这个 那这样骨架的上升推升力道可能就会减弱 当然有影响 因为大家会有点失望 我觉得比鼓励更重要的还是回头看它的业绩 你看这个长榮的营收太漂亮了 二月工作天数减少但仍然是553亿 这是历史的第二高 月减不到3%而已 一到二月的话是1,121亿 YOY是高达了差不多有93% 但是去年的一二月长榮的话 YOY是95% 所以等于它都没有衰退 但是它的数字越来越高 竟然都没有衰退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四艘2.4万Q的船 已经全部都在欧洲线投入 所以把它业绩给撑开 不过还有有另外一个 大家还有一个很兴趣 也是一个影响股价的 我们知道这个张榮花家族 始终就是这个分裂 所以各个派跟地理派 地理派我们之前讲过 已经拿下了 那是在大房里面自己分两派 因为张国伟的妈妈帮助了地理派 所以地理派在长榮国际拿下了主导钱 那长榮国际的话呢 持有2603的长榮海运 5%的股钱 那我告诉你 整个张榮花的长榮集团 主要有5家公司 但是去年赚了2400亿的银里 90%就是海运 所以海运才是重点 那后来现在说战线 我们以为结束了 现在听说这个战线还要持续 因为我要问一个问题 李玉美突然之间从中立 转为支持地理派 他们之间一定有一些条件谈好了 这个就是要帮助张国伟 要强势回归 对 帮助他的心理航空 再怎么样都是为自己的儿子来打算 但是讲到两个轴线战线 继续的发展 国内的部分是长榮钢铁 今年董监改选 第一派要把长榮钢铁给拿下来 那长榮钢铁持有长榮海运 0.7%的股权 海外这个很大条 这个叫做巴拿马商长榮 是长榮海运最大的股东 持有7.4%的股权 等于巴拿马商长榮拿下来就拿 就拿下来了 但这家公司好神秘 在海外 海外注册了 没有上市 资料都不知道 但有人讲说 他可能有总资产千亿 他是一个海外的金库 所以有人说张国伟要把这个海外千亿的金库给拿回来 为什么 因为巴拿马商长榮 大概五等分各20% 张榮花还有四个儿子 四个儿子都各20% 那现在不是那个遗产是判给这个张国伟 虽然还没有三审决定 但是理论上假如都是属于张国伟 张国伟就自己20% 张榮花老爸又给20% 那不就40% 48角倒向弟弟派 那巴拿马商长榮就被拿下来了 哇 所以这个精彩非常的精彩 长榮海运的骨架不是只有骨粒的花花 还有更深度的 就一直延伸到明年他的董监改选 这当中高潮跌起 那另外一个高潮就 阿官讲到现在黑海 真没人敢去 现在有200艘的船只 3500名的船员被困在乌克兰的外海 本来我以为说 这个俄罗斯是战斗民主 后来了解 这次才了解 沿海是水手 全球190万名的船员 17%不是来自于俄罗斯就乌克兰 所以现在受到战争的影响的话 这些船员没有办法回去船的工作 所以能力短缺会造成影响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这些 不管这个黄晓益 煤炭 回料的硫酸甲 你看都是大涨 那这些都是用散装船运 所以BDI才会涨 所以今天精彩 所以今天最精彩最强势其实是散装 我们看第三条的这一道线 BDI BDI是在1月落底 然后2月涨 但是恶务是2月24号开打 刚开始大家状况不明朗 就连跌三天 大家说没没没 这没有行情 结果后来搞清楚了 就是我们节目讲的 绕个路嘛 你再比如说到黄晓益 那到澳洲 到南美去绕 你还是可以载到货 但是时间跟距离拉长 运价会不会涨 运价就会上涨 对 运价最近开始涨 我们再给各位看这份资料 波罗地海的BDI指数 我们看我们着重打框起来这个 今年转正转了已经正6% 我强调为什么要转正 转正的时候 那个船舶换约的时候 才会涨价 你跌的时候你换约 你那个要跟那个船公司 船公司要跟人家涨价 真的受不过去 但是这些黄晓益 还有这些什么这个 是用那个小型的 观众看一下 巴拿买就是BPI 然后极限型的BSI 你把它延伸过来 你看他们近年以来 你看涨了是不是多 18% 19% 18% 19% 比BDI的6%来得多 然后再给各位看一个资料 台北股市就是没有信心 因为这一波 七年这样跌下来 跌到大家都不看 但是你看美国三大散装轮 在BDI转正了以后 你看它走势创新高 而且你看阴伞航运 这是美国最大的 今年涨37% 然后金海洋涨38% 戴安娜涨28% 那我告诉你 台湾的散装轮 除了2637的惠洋KY 今年以来涨10%以外 其他都没涨 有的人都还跌 今年股价是跌的 所以散装轮要会补涨 对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 那个散装轮的这个 我们就举两个例子 今天外资都有买这两档 2641的正德跟560 我们直接看那K线 我解释给各位听 你看股价都没涨 今年以来它大概持平 但是它一到二月的营收 YOY大概90% 去年一二月它还跌 然后560 208的四维行 出来一到二月的营收 YOY大概是成长100% 去年的一到二月只成长15% 所以其实散装今年一二月 都比去年一二月表现来得好 对 那货柜能够持平就不错了 货柜只有长龙 到目前就是长龙还表现不错 因为我们刚刚有最新扬名的营收 我们都会再来看扬名的营收 我们现在来看好了 来二月扬名的营收写五个月来的底点 要注意 但仍创同期新高了 所以换句也就是说 散装的一二月表现的 其实是比货柜轮来得好 对 所以扬名为什么会掉下来 就是我讲道理就是长龙 有那个2.4万Q 跑一趟 一样现在跑一趟 我赚得这么多 所以我们看2603的长龙 这个还是重点 但是注意一下长龙虽然今天拉起来 我们下面换外资 外资今天没什么买 因为外资是昨天买 但今天直接开高以后 外资就不追 就不追 你看今天没有什么买 是在昨天买 所以明天大盘开高以后 长龙应该会往上 但我建议先不要追 所以现在是不是回来买散装 散装的话 比较落后 可能短线会比较强一点 好 我们来投一下票 是不是散装有落后补涨的机会呢 请举牌认同的给圈 请举判 1 2 3 3票缺 1票差 云翔为什么给差 因为我还是看好后轨 你还是喜欢后轨 那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后轨 因为我刚刚看到杨明的营收 其实表现比不好 我觉得你看嘛 这个长龙基本上已经喷到170 对不对 所以这一波因为这个 乌尔战争回挡到 回挡到140 150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反而是 你认为他已经有适度修正了 对 还是喜欢后轨 回到台育近日最重要 我们等会云翔帮我们解什么呢 我们来看跌升的股票 跌升的股票在今天出现反弹 特别是跌升如果有高值率率题材的话 是不是代表有金刚护体呢 稍后要来解二元营收 所以云翔来看跌升的股票 跌升的股票在跌升出现反弹 到底那个反弹的力道会有多高 跟什么有关呢 OK 那我们现在看 就是说短线比较跌升 跌过头的 大概你有看到这有三档 对不对 像元泰 元泰之前飙到160 这个是急跌的股票 对对对 急跌的股票 那这里面来讲我是觉得说 虽然它急跌 可是我觉得也不要去追它了 不要买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像元泰 没有错 他们的业绩都很好 今年可能雇的业绩都很好 问题是如果元泰今年雇 可能到六块 七块 它的本益比也太高了 就是说它还是会被修正 所以它虽然急跌 但如果高本益比还是不要理它 对 那像光照来讲 只有配两块 那如果以值率来讲 这个两块值率就太低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急跌再加上 对 加上高值率 低本益比 这才能够有续航费 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 好 所以这里头我们整理了三档 齐邦 国泰金和阳明 都是跌身 但有高值率率互取的 那我先讲一下阳明 因为我比较不像菜主那么悲观 好 来 2609的阳明来给你 因为以阳明来讲就是说 你可以发现说 所以你不担心它的二月营收 会影响到股价吗 我不太担心 因为刚刚看到二月营收 是创五个月新低 对 因为以它当时认购 用180块去认购 我觉得说它不敢太抠门 对 至少你要配个20块以上 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对不对 以去年来讲 它不敢太抠门吗 对啊 发年中奖金都比人家 去年应该基本上你赚太50块 对 所以我认为说应该是这样 那加上说 它对它来讲 它对长龙 它等于是它的涨幅 落后很多 所以以它的一个 当然我们不要用本益比来估 因为本益比只有两倍多 是不能用来估这个货柜 那至少说以它的净值 现在是50几块 如果今年可以赚五六十块 那净值可以拉到 将近100块嘛 对不对 所以用它的股价净值比 我觉得三倍的估法 那也至少会估到150左右 150啊 对 我就用三倍本益比 那137.5 短期就有机会过了 对 用三倍的股净比 来这样估的话 所以我觉得说 阳明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的 那另外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 那运营箱的宣股方向呢 你现在的宣股 我来讲就认为说 虽然国安金比如说它的股价也偏低了 可是我的金融股现在风险比较高一点 对 但是也有财到恶债风险 我还是会选低价的电子股 好 就是比较偏低的电子股 那这里来讲我觉得 齐邦是蛮有机会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齐邦 基本上它今年 它去年啊 去年是算9块钱 9块 9块钱 现在股价才将近70块钱 71块 所以它本益比非常低啦 那齐邦是做什么 它基本上我们知道它是驱动IC嘛 对不对 可是大家以前都认为说 它只是做所谓的这个 电视面板的驱动IC 事实上不止 它最近转向所谓OLED 那OLED你知道这个参透率很高嘛 就是iPhone啊对不对 那所有的这个笔电很多都已经转 那现在的车用面板 也很多都转到OLED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它很有机会 今年大家法人也估说 今年跟去年讲会成长一点 那也代表说 如果今年跟去年会成长一点 那代表说它连续两年 这个EPS都接近这个位置点 那不可能一直永远 这个本益比在 这个只有大概七倍几元 对 那另外来讲 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 所谓的晶元晶突块 有没有 就是类似在这个位置点 对 那以这个晶突块来讲 它的成分来讲 就是有含铜 镍 那铜镍是大涨 所以我觉得说 它有一些转嫁的机会 所以产品有一个调涨的机会 这个大家可以观察 那技术面呢 技术面来讲 因为这根黑K棒很长 这个是一个周线 所以周线的位置来讲 就是等于在去年的 9月 10月来讲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下来 它曾经大跌过一波 对 因为连电那个事件 造成这个长华 不爽就把它抛股 所以这个是 被从90块抛下以后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讲说 要看它的一个 实在的一个本益比 你本益比才七倍多左右 刚才你看到它过去 几年来它的本益比落顶最低 就在大概八倍左右 那现在已经落到七倍左右 那合理过去平均的一个 本益比位置都在10到11 如果10到11倍的本益比 也就是90到99块 是它过去的一个平均值 90到99块 讲它的过去比较合理的国家 这个是周K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日K线 我们来看一下6147 期望日K线 日K来讲你也发现说 其实它 其实没什么涨到 对 没什么涨到 然后它的一个强度也够强 因为这一波下来的 你看看 就是说基本上 它有一个很优质的一个本益比 所以有一个强力的一个支撑